中心电影院继续拯救世界 哈喽大家好 我是接下11楼的森奇 本期给大家介绍一部国产慢改丧失片 默示人间道 狗肾是一个普通的抖M司机 富贵是坐在后面的抖S老板 他准备去参加一个饭局 和局长商讨学校搬亲的事 作为一个老板 工作不慎心的时候 当然要拿下属出去 狗肾 你给我给你公司是干嘛的 一半是开车的 一半是给我骂的 知道不 好嘞那你多骂两句 两人从停车上走到电梯门口 嚣张的富贵继续嘲讽狗肾屌丝 叫狗肾留在停车上等他 只有大佬才有资格上去 知道不 帮我下四楼谢谢 老板说的逮 老板天下第一 送走老板后的狗肾偶遇了当红女主播惠星 哎呀你杀你的反卡丢了 优雅的惠星微微一笑表示感谢 狗肾一脸痴汗的目送起离开 随后急着打王者的狗肾 来到酒店的前台 差点因为密码问题与前台起了冲突 还好坐在附近的惠星及时解围 此时富贵来电话 要狗肾拿几瓶酒上去给他 狗肾收起心爱的鸡鸡 去停车场后备箱拿酒 此时对面的小火车 正在进行激烈的车证 没察觉到异常的狗肾坐电梯上去 意外的碰到了自己大学社友冬子 冬子 搞啥 毕业之后冬子成了一名记者 这次来参见的就是富贵所在的饭局 他是校长推荐来采访局长的 而狗肾因为妈妈生病中途退学 成为了一个底层的打工者 但是冬子没有看清狗肾 本想拉他一起上饭局 却被富贵拦住了 穆索冬子被富贵接走之后 狗肾一个人吹着口哨回到了停车场 却没发现身后小火车里的僵尸 正在hiver launch 同一时间饭局正在进行中 几个人为学秀搬亲的事闲聊做铺垫 局长 你皮肤保养得这么好 有什么秘诀吗 要想永保青春 就要经常与青春 做互动 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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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贵马上明白了局长的意思 提议玩一个让灰心输了清局长的惩罚游戏 灰心连忙推托 接到求助颜色的冬子之号起身结尾 这张 我曾经也是个魔法少女 要不咱们试试 场面一度很尴尬 毕竟他们都不是混二次元的 此时丧尸病毒已经全面爆发 把整个酒店的人都感染了 然而犯局里的几个人还不知情 此时局长的司机满身是血的冲了进来 话没说两句就病毒发作变成了丧尸 咬伤了旁边的龙套 冬子永满的把丧尸拍死了 而终于发现酒店不对劲的狗胜 接到了富贵的电话 让狗胜戴上自己的狼牙棒 局长看形势不太对劲想先溜了 却被富贵拦了下来 要求留下来继续谈学校搬迁的事 就在伤亡纠缠的时候 冬子发现了刚刚被咬的龙套变成了丧尸 还有狗胜及时赶到 拿到武器的富贵跟冬子一起把丧尸打死了 一般人用沙发堵住了房门之后开始想办法 富贵认为不能坐以待毙 冬子提议自己先出去探探路 看清楚情况再回来接他们 临走前他把自己妻儿的照片给了狗胜 众人难道天黑也没见冬子回来 狗胜很心痛 局长提议可以逃去自己熟悉的蓝山军事基地 但是他忘了具体地址 不过地址就存在他的电脑里 然而电脑还在酒店16楼的房间里 你他妈那一次性把话说完吗 富贵抱走了我看的也抱走了 局长要所有人保护着他一起去16楼拿电脑 于是一般人偷偷摸摸走楼梯下16楼 富贵却不小心用棒子敲响了足手 引来了僵尸 极致的会心把自己的高跟鞋扔了下去 吸引住了僵尸 但是局长的人一直找不到具体哪一个房间 而会心一下子就找到了 一般人进到房间后 会心马上进去里面的房间 富贵尾随其后 发现房间里摆着一套红色蕾丝性感情趣内衣 顿时明白会心为什么能精准找到局长的房间 原来会心本来就要接受局长的潜规则 还一直在犯局上装白莲花 一顿嘲讽下来局长生气了 直接把电脑砸了 现在只有我记得蓝山基地的方向 你们想去的话就要好好保护我 哼 万万没想到局长的这一杂 引来了僵尸的疯狂进攻 这不废话吗 我可是家族鹰下的 刚生完僵尸就来到了房间门口 一般人只能杀出一条血路 好不容易来到了停车场准备上车 会心却听到了小孩子的哭声 秉承着尊老爱有的良好美德 狗盛去救人了 富贵和局长不同意 打算直接开车走人 不过 你会不会开车啊 好嗨烦 我开自动挡了 狗盛和灰心就到了小女孩小雨 顺利上了车 但是丧失实在太多 校长决定用血迹的方法拖出僵尸 你们快走 校长妈妈 一定要保护祖国的花朵 实在太感人了 要不是你们墨迹能死人吗 剩下两人开车来到了停车场的出口 看到了已经变成丧尸的冬子 他呆呆的站在停车库出口面前 狗盛悲伤的咬了咬牙 还是冲了出去 冲出来的他们来到了中转站工厂 遭到了工厂人的为难 规则的局长要求建制里的老大 老大顾三出现任出了局长 马上放开了所有人 还请他们吃了一顿饭 然而到了半夜 狗盛在睡梦中被叫醒带了出来 一出去就看见其他人被绑在椅子上 原来是富贵出卖了他们 告诉了孤三蓝山基地的事情 我请你们吃饭 你们居然瞒着我不带我去蓝山基地 我要代表月亮惩犯你们 我要带姑娘去谈谈人生 哼 就算我死都不会跟你去的 啊你误会了 我要的是他 What the fuck is that 青少啊 他还只是个孩子啊 富贵虽然良心有点过不去 但还是觉得自保为妙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灰心和狗盛则被带去未丧尸 局长被带去严刑逼宫 机智的小雨则在房间与孤三中选 趁孤三放下防备 敲晕了他 好不容易逃出了小雨 却不知道怎么开门 于是乱按了一通把全部闸门都开了 把工厂里的丧尸放了出来 局长撑乱夺枪反杀 惠心和狗生也顺利逃出了VIP丧尸房 逃出了局长良心发现 决定跑回去救小雨 而另一边得意洋洋的富贵和路人甲乙饼 还在抽烟 突然看到丧尸被放了出来 马上上演了一段版明兄弟的戏码 最后只有父辈人逃了出去 局长成功找到了小雨 并把阑珊基地的地址告诉了小雨 淘宝时又碰到了逃出来的惠心 局长眼看形势不妙 决定不放校长使用血迹拖住丧尸 你们快走 局长爷爷 一定要保护祖光的花朵 实在太感人了 另一边手神找到了淘宝成功的富贵 两人大打出手 最后还是人民币玩家富贵取得了胜利 但是过分炫富的富贵 最终被惠心一枪打倒了 惠心带着中伤的狗胜逃了出来坐上了车 起来的富贵看到一堆丧尸向自己跑来 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希望 只能开枪自杀 上了车的三人却发现车开动不了 狗胜只能选择牺牲自己下去推车 让车的引擎发动起来 你们快走 狗胜哥哥 一定要保护祖光的花朵 实在太感人了 惠心一边流泪一边看着丧尸被撕咬的狗生 带着祖国的花朵开车向着蓝山基地前进 故事结束 这部片子非常有教育意义 看完后你们学大老什么 请大声告诉我 一定要保护祖国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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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部国产漫改丧尸电影 其实人物角色跟原著还是有差别的 比如这个局长 漫画中他老奸巨花在官场摸爬滚打 练就了一身团队领袖的本领 绝不是一个上一秒阴险狡诈 下一秒为祖国花朵 甘愿傻傻傻在那里牺牲的人 这便当领的太义 我就扫不懂咯 还有这个小雨 漫画中她是和老师从学校里逃出来的 至于为啥只剩他们两个逃出来 可以去观看原著 就不多阐述了 导演也许为了让片子的人物更加平实 抛弃了小四川这个bug 一样存在的五菱高手 真是可惜了呀 总之这是一部反映人性的丧事片 个人觉得关于人性的影视作品 最需要的还是篇幅 在没有法律约束的环境下 你会看到一个人物的渐变 而这种渐变需要篇幅去展示 电影的90分钟里 导演想要把故事讲完整 只能尽可能把原著的人物特性揉渣在一起 所以出来的成品可能使原著党不适应 也使非原著党对人物的变化摸不着头脑 推荐大家去看漫画版的《默示人间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